日本P-1巡逻机 环球时报报道特约记者章节本报记者杜海川 韩日两国之间的舰机危险接近危机有愈演愈烈之势 自去年底发生雷达锁定争议以来 韩国只认日本战机多次抵近韩国军舰 做威胁性低空飞行 韩国朝鲜日报28日称 由于韩日军事矛盾升级 两国兼军事交流合作出现双停车迹象 日本防卫省正在重新考虑海上自卫队舰艇 今年4月停靠辅山岗的计划 而韩国海军取消了东海第一舰队司令官 原定于下月访问日本的计划 有军事专家表示 无论是飞机超低空飞越别国舰艇 还是舰艇以火控雷达进行锁定 都是很多国际双边或者多边协议中 要求极力避免的 在当前的军事实践中 各国确实也采取过这种火燕味很浓的对抗行为 但总体来看不会引发直接冲突 韩国广开土大王号驱逐舰 韩军威胁采取严厉措施 据韩国时报网站27日报道 1月26日 在视察韩国南部港口城市 釜山地海军作战司令部时 正警斗听取了自去年12月20日以来 日本战机制造低空飞行的四起海上挑衅事件的简报 并表示这是世界上任何一支海军无法理解和接受的行为 去年12月20日 韩国广开土大王号驱逐舰 在日本海救援一艘朝鲜籍遇险渔船 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架兼具反潜和反舰作战功能的P-1型巡逻机飞临现场 日方指认韩方驱逐舰 用火控雷达锁定日方巡逻机 韩方予以否认 并指认日方飞机作威胁性低空飞行 此后一个多月 韩国多次谴责日本战机在韩国军舰附近的低空飞行是挑衅行为 而日本断然否认韩国的指控 报道称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 要求军方单位 尽量缩短对日本巡逻机低空飞跃的反应时间 并建立快速准确的报告系统 据称 韩军参谋本部正在制定应对日本巡逻机低空飞跃的手册 其中包括计划让韩国海军驱逐舰在距离另一国巡逻机16公里时发出警告信号 目前韩军的规定是驱逐舰在另一国巡逻机接近到8公里时发出警告信号 另外 韩军参谋本部正在考虑当日本的巡逻机进行威胁性飞跃时 如果附近有韩军行动 派遣一架韩国巡逻机 雷达锁定意味着什么? 不具名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28日对《环球时报》表示 日本方面指控的火控雷达锁定 往往意味着对抗的进一步升级 以去年12月20日发生的雷达锁定争议为例 当时 韩方广开土大王号驱逐舰上搭载的对空雷达主要包括三种型号 第一种是美制ANSPS-49V两座标对空警戒雷达 主要负责对空警戒 两座标是指可以探测出目标的距离和方位 但是不能测高、测速 这种雷达的探测精度较低 不能引导导弹进行攻击 第二种雷达为荷兰斯尼尼公司线泰利斯公司的MW08型 对海对空搜索雷达 可以探测海上和空中目标 而且是一种三座标雷达 可以探测目标的距离、方位和高度 第三种对空雷达为荷兰斯尼尼的STI-2180 跟踪照射雷达 该雷达可以均确、连续跟踪目标 为舰在速射炮 提供精确的、高数距离的参数 并能够为该舰半主动雷达制导的 2IM-7P海麻雀防空导弹 提供末段连续波照射任务 上述三种雷达中 SPS-49V和MW-08雷达属于搜索雷达 而STI-2180雷达属于火控雷达 战舰通常以前两种雷达开机搜索跟踪目标 这两种雷达锁定目标属于常规操作 而火控雷达通常不开机对空照射 只有准备战斗时才会用来锁定目标 所以 在和平时期被火控雷达锁定或者照射 往往意味着威胁较大的敌对行动 但专家也表示 即便火控雷达照射 也并不意味着导弹可以随时发射 这还涉及到导弹的接电准备 安装保险插头等操作 因此 这种火控雷达照射 往往代表着一种警告 不致引发日韩冲突 韩日两国雷达锁定争议发生以来 日本战机又三次抵近韩国军舰 最近一次在1月23日 韩联社称 韩军24日公布的一张日本海上自卫队P-3巡逻机 前一日贴近飞行威胁韩国军舰的照片显示 日积从约60米高度低飞 距韩军大座熔舰右旋 仅540米 对于日本军机接近韩国军舰的行为 专家表示 日本P-1巡逻机上的电子侦察系统理论上 是能根据不同雷达的频率等特征来识别式 被哪种型号的雷达锁定 专家认为 由于日本巡逻机上 装备了较为先进的光电跟踪装置等侦察器材 从需求上看 没必要在几百米距离 几十米高度飞越韩方舰艇 因此 正如韩国军方所言 日积的这种行为 放在全世界 都会被认为是挑衅性行为 而用火控雷达锁定 或者照射目标 同样也不是日常操作 例如 美苏防止海上事故协定规定 美苏双方舰艇 不应通过将火炮 导弹发射架 与雷发射管 以及其他武器 瞄准对方舰艇通过的方向的方式 实施模拟攻击 不向对方舰艇通过的方向发射任何物体 并且不适用探照灯 或者大功率照明装置 照射另一方正在通过的舰艇的舰桥 2014年4月 西泰海军论均通过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规定了舰船和飞机沟通时 所应当使用的无线电频率 规则还规定了 能通过信号弹 和其他视觉方式发出的信号 黄色或白色烟雾弹 照明弹代表潜艇 正在上浮 或调整至前望境深度 规则的另一部分 建议海军指挥官 避免一些行为 比如对舰船舰桥或飞机驾驶舱 进行光照 或者将舰炮 导弹 或火控雷达 瞄准另一国船只 进行模拟攻击 但是在一些火药味 比较浓的军事实践中 近距离飞越 以及用火控雷达 锁定往往成为前规则 例如 2016年4月 一架俄军飞机 在波罗的海超低空 飞略美国驱逐舰上空 飞略瞬间舰机距离仅9米 近些年 类似举动还有不少 但美俄并未因此发生冲突 专家认为 日韩目前更像是 两个相互不服气的对手在斗气 这或许会影响到 两国的军事交流和政治关系 但是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作为理论上的盟友 还不至于引发双方冲突 原标题 军事科学院主题教育 扎实有效 三千余项在研任务稳步推进 近日 亲军科英树立什么样的精神讨论活动 在军事科学院某研究院展开 广大科研人员踊跃参与 在今年主题教育中 他们注重用好红色资源丰富教育形式载体 在前一幕话中 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 有效激发强怨新年 被战打仗的内生动力 年初党委一教会上 怨党委一般人感到 主题教育 必须结合自身特点实际 在帮助官兵确实弄清为谁言 言什么 怎么言 以及解决军事科研 向哪聚焦 怎样用力等根本性问题上下功夫 在帮助官兵确实异军事科研 在帮助官兵确实异军事科研